全國學童美足球賽級別最高的六年級組的冠軍戰正式登場 而且開場又是跟腳球有關係 這一球開進來之後 直接一頂球就進去了 GO 是唯一來自北部台北市的天路國小 在比賽開始才一分鐘就率先破門了 只能說這一球真的是相當的精彩 再看一次 球開進來之後 李念張在對手將門卡死的情況之下 還是將球這一球給抵進去 然後整個人飛得出來 完全就是Herry Ken爽身 而只是你有Herry Ken 對手協和國小這一邊說我們也有Zero 門前一插進來 起腳球也進去了 GO 正式攻擊一把兆的馬號A 也立馬做出了Zero的招牌動作 再看這球真的不簡單 因為門前已經完全都是天母國小的人了 但他還是不放棄不放手 將這球給送進了往內 不管對手前面扯他 後面拉他 通通都沒有用 同學你真的太厲害了 而且幫助球隊追拚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就是超車的機會了 而且又是腳球一起 左腳球又進去了 GO 哇又是馬浩恩 這位台中Zero 真的不是蓋的啊 在最關鍵的時刻 他展現出了大將之風 隊友的腳球一開進來 他完全沒有再想直接起左腳 就將這些球給送進了往內 也成為了致勝的一擊 而中場台中協和國小 就在他一個人兩度破門的情況下中場 就是以2比1 大野逆轉秀 氣走了對手天母國小 拿下六年級組的冠軍